哈啰,大家好,Re1です 这次组队的主题是以超级赛尔人灭绝计划 这一部外传OVA为主来做组队 然后在这边想请还没订阅的朋友帮忙点个订阅 非常的感谢 这一部外传嘛,赛尔人灭绝计划 其实在1993年它也是有推出它的游戏 其实是先上动画还是先上游戏我已经不太清楚了 因为当时也非常的小 然后有在玩它的游戏 是有玩过,可是从来没有通关过 因为真的是相当有难度 以那个时期的我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游戏 因为它的触招不像是直接选择就可以触了 好像还要是经过它的那个卡片 然后选择不同的 因为它的卡片上面有些那种龟啊,戒啊,神之类的那种 然后要按照搭配 它才能发出必杀技 所以当时可以发出必杀技已经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然后在这个动画里面 像库拉,弗里扎,达列斯,还有斯拉克 它们就以这个鬼战士的身份有来登场 来打了一下啦 当然这个Freezer是最终形态才对的 可是 我到现在来说 游戏内啦 最终形态的Freezer 好像没有出到半张限定耶 希望未来会有出到 因为现在有出限定的好像都是全力的 已经是全力版的 所以蛮希望有出一张 只是最终形态的Freezer 比较强的卡 可以稍微期盼一下 然后在那部剧场版里面 最终的大Boss就是这一位啦 Hachihaku 超级猛 打到悟空他们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啊 非常好看 可惜这一张真的是组不进来啊 类别上面完全 遛不起来 所以就把它给放弃了 算是还蛮不错 因为它也是对 赛亚人跟混血赛亚人 非常有敌意啊 因为它本身的 准备过程就是 支付鲁星人的那个博士啊 然后以收集赛亚人的援练 对赛亚人的援练 而成了这个超级战士这样子 灭绝计划的最终兵器 哈哈 不过我这一支组队就是以 这一些在剧中 以鬼战士登场的角色来打这个赛亚人啊 Let's go 嗯 还蛮好看的那一部剧场版 那部也不算剧场版啦 就外转OVA这样子 可是它有分上下两部 一部是在 先是在地球 然后之后才移到宇宙去 宇宙的黑暗行星这样子 超爽 哈哈 不过这边全部都是极细的敌人 所以想要让 RizaSama完全的发挥能力 也算是蛮难的 Corea 382分 不过RizaSama在这边真的是 其实它期限这个后 应该说 数值啊 它的那个趴数 趴数的加成 跟布罗利 布罗利是跟它一样的 都是50加50 可是布罗利本身因为是 十抽卡的关系 也是会比较强啊 哈哈 OK 没问题 轻松扛啊 只要让RizaSama开到 然后找之后 它的防御力 就很耐打了 OK 斯帕诺吧 那一部外传OVA 最近刚刚补回 制作是蛮普通的啦 可是 以当时的那个年代 我觉得 那个气氛的衬托 真的是很好 虽然说绝望感是没有那么重啦 诶 你接来啦 不用等了 哦哦 库拉还在这边啦 没关系 先让它转多一轮 这样的话这边就三只都是普通角色 哈哈哈 哇 很可惜这个大猎师军团 我超级想要 不知道几只只才可以抽到它 然后我本身又很少去抽这个 传说将领卡尔的 在 以小克的情况来说 性价比不高了 就我自己个人来说 因为抽卡运不是太好 OK 非常的猛 塞亚人们给干掉吧 大猎师自己本身明明就是赛亚人 可是他对赛亚人的援面是很大的 因为他就是讲说 被 被赛亚人给 呃 身为赛亚人却被赛亚人给灭掉 这是一个耻辱 他的恨更大 恨意更大 不过也是确实是啊 不过大猎师算是太早出来的 如果是后期一点出来的话 他就会有 超级塞亚人的心态 我觉得他会有 超级塞亚人的心态 如果给他晚一点时间才推出的话 OK 二连击 诶 这一次同名解禁之后 这一张 在这个恐怖与征服类别内 非常好用的普助角色 终于可以一起摆上来了 虽然说 都是酷啦 这一队里面酷啦就特别多 气力越多 可惜啊 没有达到24气 稍微 稍微 可惜了 嗯 24气的话有全属性效果吧 其实跟那个高确立必杀器追加发动 这一点是很好的 差了一点点 不过算了 反正这一轮本身就克服 可以打得特别快 诶 对于他们来说 灭掉塞亚人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吧 嗯 话说 4月1号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卡池啦 按照网练的惯例 然后前两年来说 诶 哇 这么多的吗 这边的话我看就直接 现在是要考虑要不要让 啊 变身啦 让酷啦变 这边的话 你怎么想要不要让我看得到最后的返身 我看得到最后的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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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后的返身 你最后的返身 好可惜啊 帅哦 超喜欢这一幕 嗯 看起来 Friza 3 是很难开到那么久 就这样子啦 稍微换个位 诶 可以开到必杀就好 前面被打应该会蛮痛一下的 不过不管 我就是要让酷啦变 这一次 赛亚人灭绝计划内 队伍中最重要的解释 其中一只就是这个酷啦 对面全部是赛亚人 可以扒到他很爽 哎呀 竟然没有连击嘛 不过我这一张是 没有开路的 连不出来是很正常 我还在期待看几只可以开路 可以开路 喂 这样子都是有六百出万 超级猛 撒死个Friza 3 太夸张了 OK 二十四七也是有 有 可以相当的随意的打 喔喔喔喔 963万 超强 而且这边队长记忆的加成是有到300%了 不愧是对赛亚人非常有烟烟的队友 打起赛亚人就是爽 通通 诶 结束啦 这边就少了一点土著 优点是不行啊 不如马 还没有玩效果 还结束了 哇 我的天啊 哎呀 可惜对面不是 不是超系 不知道沙马没办法把他的气力给凑到吗 骂马马 大丈夫 照样可以把对方狠狠地刮掉 照样可以把对方狠狠地刮掉 那时候这个赛亚人灭解计划 这边有人玩过没有啊 因为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 那个时候 他的故事 因为 我只知道 我那时候是很容易就死在沙漠上面 胜利的鲜眼 噢 我卡尔大 哈哈哈 刚才说那个赛亚人灭解计划 因為那个 本身就是初始 就是以超级赛亚人的状态 就登场了 就有种感觉 哇碎 超级赛亚人呗 哪裡有輸的可能然後我就掛掉了 小時候不會玩就是這樣子 才好笑 可是很有趣 玩起來真的是很有趣那時候 小時候不懂事 認為超級賽的人就是一切 我就是天 然後打下去就被幹掛了 超級簡單的那個死亡 最後一下 慢慢浪費了一點時間 不過也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以前的遊戲 它的遊戲性真的是 設計到非常好 最近的遊戲我是很少在玩 那種加級的遊戲的 都是在手遊上面比較多 沒什麼時間在家裡碰啊 所以就很多新的足跡都沒在買 蠻可惜的 OK 來再一次發出勝利的宣言吧 超喜歡這一幕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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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應該是 哎呀 不然開不到 不過應該是可以直接 解決掉吧 就 最後的slug 是沒有 沒有觸發到 魔王絕蛇 的 欸 超大力 動你 哦 470萬 這隻 說說這隻大獵師軍團 我借好有的也是才開一路吧 就非常非常的猛 再來 沒有了 OK Boss character也是觸發到啦 這邊 243萬 明明就是一張免費卡 可是 戰鬥力卻跟大獵石差不多 好 勝利的閒言水刃發下了 可是卻打不過 咱們 哎呀我應該讓庫拉上去 上去滅掉哈萊姆的 搞錯啦 都一樣 對賽亞人的炎面 更加的 可怕 一直想要阻止 阻止 超級賽亞人的誕生 結果最後也是 因為他自己的引入 因素 才把這個超級賽亞人 給弄出來 夠力的殘忍 還把自己瞬間秒掉了 滅殺 賽亞人滅殺 哇 超愉快 現在的組隊真的是 越來越一越 可以各種各種的 各種各樣的玩弄方式 OK 結束了 好快 突然間走 哇 原來是這麼快的 10分鐘 不愧是 對賽亞人特攻的角色 這些傢伙 超級猛烈的 有沒有 OK 那麼這一次的視頻 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忙點個訂閱 謝謝 じゃあ またねー